听力障碍的孩子要学谈古针 这听起来多少有些疯狂 不过杨洪斌却答应了下来 他东拼西凑 借钱买了一个二手古针 并且四处打听 哪儿有教古针的老师 只要你的要求爸爸能达到 我尽量满足你 那时候咱的心里 我就想让他高兴 在我的概念当中 所有的人都应该学音乐 因为音乐能让人真正的带来快乐 当我办什么事的时候 别人要是开心 那我就很快乐 所以说我当时也 这个也没犹豫 我就直接教 但教他的时候 就知道困难挺大的 我就跟他说兜 他就愣让你瞅我 因为我才知道 听不见的人 你说什么 他是真的没有反应的 但是弹琴被手指拉着 压着一个弦 刚开始压着炮了 炮完变成鞋 鞋变成老茧 但这场茧掉了 慢慢按按就不疼了 我回来的时候就在总结 我在教他的时候 我的某些动作 能让他知道 我做这个动作 他知道 这么去弹 我做那个动作 他知道那么去弹 他弹的第一个曲子 在我的脑海里 我就浮现就说 一艘渔船啊 上下水风 我就能伸直气 那种感觉 说我女儿 弹太好了 我说是一个浓雅人 弹出这个无声事业 这音乐 不断惊喜 我都说话 他在屋里弹 我过来帮他 把他说话 我都在这儿 徐湛山老师 他跟他爸看不见吗 所以说 但他爸完全就 搁耳朵听 听完就记住了 我说弹一下俩张老廷互不 然后他爸就把他的声音 把做事饭的声音记住了 就是听他女儿去弹 就突然听杨明去弹 听杨明弹完之后 就说这个声音不对 因为杨平的听力问题 他吹笛子时 都要靠爸爸的手势 来掌握乐曲节奏 现在的杨红斌 俨然成了半个音乐老师 虽然他看不见 女儿演奏时的样子 但是听着悠扬的笛声 总是心满意足